大家今天是2024年8月25日星期日啊 我们来再看一条新闻啊 德国持刀袭击事件 嫌犯自首 叙利亚人两年前来到德国 我们先来看看这条新闻吧 我觉得它会把之前发生的事情也都叙述一遍 其实就是说 好我们来看新闻 我自己先不评论 一会再说吧 就是德国北莱因或者是威斯特法伦州 内政部长叫赫伯特·罗伊尔24日晚证实 该州索林根是目前发生的迟早袭击事件中 嫌疑人以及当晚向警方自首 德国媒体援引德国安全部门的话说 嫌疑人是当地时间23日左右自首的 被发现是浑身都湿透了 衣服上很脏 并且沾买血迹啊 走进警察局并称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啊 罗伊尔随后在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时 证实这一消息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 犯网人为叙利亚人26岁于2022年底来德国 并在德国城市别勒费尔德申请庇护 据多家德国媒体24日报道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 宣布其成员造成了这种 索林根市的一个持刀袭击事件 还是挺认为唏嘘的 如果是说 先不是如果吧 我们先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有些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索林根市23日晚 举行这种建成650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上 发起了一起持刀袭击事件 造成了三人死亡 八人受伤 惺惺者逃逸 德国警方24日先后逮捕了两名 可能同时袭击事件有关联的一个人 德国联邦检察院高级检察员 这种马克思卡斯佩斯 2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不排除恐怖袭击的一个动机 如果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这是恐怖袭击的一个犯罪 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可以 可以就是就是可以接管此案 我好像应该还是这个是离着荷兰比较近的小时 可能是几年之前 我们当时应该是经过这个小镇 我不记得有没有停下来 也许我们也停下来过吧 当时我们在很多德国和荷兰的边境小镇上都停下来 其实还是那个地方 还是彰显着比较安宁的一个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德国它会有这些移民的难民的问题 经常会说又有圣诞市场 又受袭击了呀 撞车了呀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德国小镇上还是蛮安全的 但是现在也不行 对不对 像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庆典的话 对吧 50年的一个庆典 然后就有这种 这个其实说白了已经摆明了 这就是一种伊斯兰国的 或者是这种恐怖袭击啊 反正对于恐怖袭击 我们有没有 我觉得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好好损失和批判的啊 嗯 对 你你跟拿着这种手无寸铁的平民入手 对吧 嗯 你已经你已经超越了这种报复的一个行为 对不对 然后你把你的仇恨就 我也我也不知道扩展是什么地步 也许你受过什么样的委屈 对不对 然后完了之后你就说 因为你是德国人 然后或者是因为你是白人 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那我就开始对对你们进行口诛笔伐 然后或者是 我对你们对这种恐怖组织 对 在YouTube频那个频道里面 柴静他他付出之后 那个第一篇其实他就讲了一个恐怖组织吧 啊 我觉得做的还是蛮好的 柴静还是一如既往的这种 嗯 煽情吧 给人非常强大的一个感染力啊 嗯 他去采访了一些恐怖组织啊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或者什么呀 对 嗯 他还是希望就是把这东西曝光出来 曝光出来之后 别人就会 对吧 更了解你这个组织 更了解你这个组织之后 你会就发现啊 这个组织里面到底是他怎么怎么运行呢 他曝光完了之后呢 那你的别人防范意识也就会更强啊 但无论是怎么样吧 嗯 还是这样 但我不知道德国会今后还会爆发什么样的事情 对不对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英国也是 嗯 有人袭击了 就是 但是他死的是小孩 啊 三名死亡 然后十名受伤 嗯 即便不是这种 嗯 难民啊 或者是 对不对 跟这种恐怖组织相关的 英国的极右翼 就已经 出来 就只示威有型打打巧哨了 嗯 都不知道德国啊 这件事情之后 会造成一个 怎样的一个轰动吧 嗯 感觉 欧洲 他就得向极右翼慢慢的转了 极右翼来说 对我对我每个人其实都是不好的 我们也都知道 但是 现在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状况啊 嗯 你在丹麦其实也还好了 丹麦其实他非常不主张接受难民 因为他之前接受过难民 然后处理的相当不好 现在也没有消化得了 嗯 然后德国其实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 他也吸收了更多的难民吧 嗯 就在默克尔期间 然后吸收了 一百万 甚至更多吧 每年一百万 谁知道呢 啊 德国一共有六千万人 反正是 嗯 也是有 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吧 嗯 所以记者于当日8月24日获悉啊 德国警方在所在 索林根市一处难民营逮捕了一名男子啊 目前正调查是否与23日持刀袭击事件有关啊 是检方当天逮捕的第二名这种索林根日发生的习逮捕上级相关关联人啊 警方并没有提供该男的任何信息啊 该于该事件调查人的进行之中啊 杜斯尔多夫警察或者是检察官公司表上目前无法公布袭击者的明确的 明确的一个目的啊 此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表声明声称对损断事件事件负责 但是你也不知道他们真的是负责是假负责啊 他们对吧 本来不是他们策划了 对吧 有这样这样的事件都往自己身上割 对吧 也就是说嗯嗯就跟公司就跟公司一样啊 这工这个工作不是他做的对不对 嗯完了之后赶紧说这这跟我也我也有份啊 德国警方的24日记者会上说 警方当天拘捕了一名15岁的一个少年 并在调查他与索林氏发生的这个 持刀袭击事件的关联啊 根据其他事件调查人的进行之中 嗯 所以说这是一系列的一个 一个一个报道吧 但是现在呢主谋其实 嗯已经自首了 慢慢的这个事件会水落石出吧 但是我们还是关心这件事件发生之后 对于整个德国或者是整个欧洲的 嗯 它的一个影响吧 啊 还是说嗯 这个难民问题真的是无解啊 真的是无解 嗯 我也 这还用我怎么评论 我完全没有办法评论了啊 嗯 真的是好好的一些国家 特别遭到他成这个样子 好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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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